娘子 何善也不知是不是巧合 每次公子丢了 好像都和赫姑娘有关 一次是在三年前 来不及了 赫秀琳她病了 她需要药 少观主 少观主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还有一次 是去年冬天 她说喝酒凌朗 赫姑娘 你怎么哭了 少 少夫人 娘子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你醒了 娘子 你怎么就醒了 你才刚掉进湖里 又出来玩雪 这是要受风寒的 明天是什么日子 你还记得吗 是你的生辰 你忘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啊 她也只有这样的公子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公子真的想了所有的办法 她想让你高兴 她想把贺家人 带到你的身边 至少是在你生辰这一天 娘子 娘子 你怎么来了 你看 我捡了一只猫 妈妈 抱紧我 我 刘月 到了 没到 公子 请下马 说 是不是你导得鬼 你可不可以搬回来住 我可以睡外间 我知道别人家的娘子和夫君 是住在一个房间的 你 你今天要睡我 我的天气 我脸重 我的天iano 宅 萦